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现在日本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东京奥运会还适合如期举办吗? 我们首先来看一组图片 这些图片全部来自日本雅虎的官方网站 我们首先来看这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截止到21年4月17日 23点55分 日本全国新增病例的一个曲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一月份是新增病例的高峰期 然后从二月份就开始回落 但是从3月8号开始一直到4月17号 新增病例是稳步在上升 而仅在4月17号这一天 就有4800多新增病例 这个数字看着让人触目惊心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片 这是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 但是在4月17号这一天 没有零增长 所有的地区都有新增病例 而目前最为严重的地区是 大阪 东京和日本的冰库县 这个是大阪近期新增病例的曲线图 大阪从13号到17号这五天的时间里 每一天的新增病例都超过了千人 而东京的情况要比大阪好一些 但每一天的新增病例也在500人以上 冰库县要比这两个地方稍好一些 而我们从图片上可以看到 日本最近的新增病例 基本上都是在3月末到4月上旬 才逐渐增高 这是因为啊 这个时间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时期 很多日本人会趁这个时候出去 赏樱花、聚餐、野餐 都是在这个时间 现在虽然樱花落了 但是马上五一黄金周又要到 不知道到时候 疫情会稳定住 还是会再增长 而大阪最近几天 连续的新增病例 都超过了千人 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传染力极强的变异主 而就在前几天 一直坚持着举办奥运会的日本执政党 也首次的在电视中 表示如果新冠疫情无法平行 那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都非常困难 不如干脆停办 如果奥运会的举办会使得疫情蔓延 那举办奥运会也毫无利益 而日本的育苗接种率连1%都不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日本的疫情如果控制不住 那奥运会要么就推迟 要么就干脆不如不办 自己国家的疫情控制成这样 别人谁敢去呀 那么你认为东京奥运会还适合如期举办吗 或者说是还有必要举办吗 期待您的留言 我们一起聊一聊 怎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乱的情况下 所以拿来 按照 我们做到这种情况下